先给你们看一下我新做的指甲 我想说秋天到了嘛 就做了一个非常应景的琥珀甲 和这种单色的指甲搭配在一起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指甲的颜色 就是那种红棕色 然后呢又很晶莹剔透 又有一点点渐变的琥珀的感觉 这个大拇指就是一个最常见的那种琥珀的颜色 这个琥珀甲它其实就是一层一层熨染出来的 用不同的颜色搭配在一起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真的很有一种秋天那种暖暖的感觉 然后我搭的这个白色呢 也是那种奶油白 就是有点带暖掉的颜色 不是那种纯白色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指甲 最近想做美甲的小姐妹可以参考看看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一期双十一的购物分享 是的 我现在已经收到了我11月1号下单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今年的双十一就是战线拉得很长 规则也很复杂 然后发货还很快 就是完全不给你反应的机会 就已经发货 已经送到你手上了 像我这种很懒的人呢 有时候就遇到一些不太喜欢的东西 也懒得去退货了 所以今年真的是充满了套路的一年 但是我觉得今年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我买的东西全部都是那种 我一收到就会拆开来 立马要用的钢需品 然后呢没有做任何的囤货 而且目前为止我收到的东西 我觉得我都是还蛮喜欢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渐长 我现在真的已经改掉了那个囤货的坏习惯 我还是觉得把钱握在自己手上 或者是放在银行卡里面 会比买成东西更加让我有安全感 所以说不管是护肤品啊 还是一些一次性洁面金这种生活用品 我都是要到差不多快用完了 然后我真的很需要去换的时候 我才会去买 而且现在就是买东西很方便 基本上一两天也就能收到了 实在是没有必要去买一大堆东西回来 就放在家里 特别是像现在房价这么贵 你为了省几十块钱 然后呢用几万块钱一瓶的房子 去堆那些东西 我觉得太不值得了 所以说呢今天的视频 请大家理智种草 只买那些自己真的很喜欢 或者说真的非常需要的东西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开始拆东西吧 首先呢是一个头菇 这个头菇其实是我凑单买的 就是我本来是没有那么想买它 但是我收到之后 诶我觉得质感还不错诶 特别是它跟我今天这个outfit还挺搭的 所以我就想先把它拆出来 然后戴上去试试看 这个发菇呢就很甜酷 就是又有小公主的感觉 但是因为又是黑色 所以就是酷酷的那种 然后上面呢都是一种蝴蝶结 然后加上一颗很大很闪的钻 这样子的设计 感觉这个发菇上面就是有写我的名字 是那种我一眼就会很喜欢的款式 怎么样从头顶看好看吗 这个发菇 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戴影线眼镜 我完全看不清自己在这个摄像头里面的样子 嗯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就带着录视频吧 接下来呢是一双冬天的室内拖鞋 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期许的 而且这个价格也很便宜 很适合用来凑单用 这个拖鞋呢就是那种毛茸茸的 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灰色的斑马纹 就是莫名的有一种韩国小姐姐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韩系这双拖鞋 然后它的这个底呢是那种鸡皮的 所以说应该是不能够踩到外面去 只能够在室内用的 哇这个拖鞋真的摸起来超级舒服 我感觉穿上应该会很暖和的 我穿上试试看先 我觉得上脚真的很好看 虽然说它是那种露脂的 但是其实穿上去之后 它能够把我的整个脚都包住 就是指头是有点露不出来的 然后整个就是超级暖和 我感觉现在我就像踩在两块海绵上一样 超级舒服 就是我上半身是一个小公主 下半身是一个蓝女人 就是穿着肥大的家居裤 然后穿着拖鞋 但是真的超级舒服 接下来呢也是我最近的一个生活必需品 就是咖啡 我回购了两盒这个柯林咖啡 和日本延期咖啡合作的这个咖啡胶囊 是这种一颗一颗的 它里面呢是那种萃取的咖啡叶 就不是咖啡粉 这个咖啡叶真的超级浓郁 自从我发现咖啡碎取叶这个宝贝之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买过素容的咖啡 因为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 就小小的一颗放在家里也不占地方 带出去也很方便 然后只要把它打开放到水 或者是牛奶里面 就能够立马变成一杯非常非常好喝的咖啡 夏天的话呢就是可以冷泡 像现在冬天也可以喝热的 而且看那个咖啡叶融化在水 或者是牛奶里面的那个过程 真的是太治愈了 就有一种在看Vlog的感觉 就整个画面感特别治愈 改天我泡的时候再补录一个镜头吧 今天我已经喝过一杯了 就不浪费了 这个价格呢也是超级美丽 不好不行的那一种 我买了两盒 一共是24克胶囊 然后才98块钱 所以算下来差不多就是4块钱 就能够喝到一杯品质很好的咖啡 这个里面呢一共是有三种口味的 原味美式 然后焦糖马其朵 还有一个榛果拿铁 因为我三个口味都觉得蛮好喝的 所以就买了这种混合装的 像这个呢就是02号 应该就是焦糖马其朵吧 然后这个蓝色的就是原味美式 我一般来说早上要上课的时候 就是会喝一杯美式 因为真的很提神 然后又可以消肿 而且他们家的美式就是味道很香醇 又不偏苦涩 然后又不会偏酸 就是大部分人都会喜欢的一个口味 我最喜欢的口味 其实是一个粉色的榛果拿铁 你看它上面还画了一个小小的榛果 超级可爱的 这个榛果拿铁就真的非常的香醇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所有的咖啡液里面 都是不加糖 零糖零脂肪的嘛 所以说喝起来呢会比普通的外面喝到的榛果拿铁 就是要更加的纯一些 如果你自己喜欢喝甜的话 就可以自己加一些糖浆 或者加一些糖 自己去调配吧 我平时早上没课的话呢 就会悠哉悠哉的泡一杯榛果拿铁 或者焦糖马其朵 然后配上面包一起当早餐 就真的很有一种秋日温暖的感觉 对了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新买的手机 就是这个令我真香的iPhone12的 这个深蓝色的那种感觉 我一开始在网上看到它的图的时候 我就想说这蓝色好丑 到底谁会买它 但是呢我去实体店一看 这个蓝色真的看久了 还真挺耐看的 而且就很特别 所以就把它给买了 我买的这个是iPhone12 Pro 大家要注意 iPhone12的那个蓝色真的很丑 我觉得那个蓝色真的是 特别的塑料感 但是这个12 Pro的这个蓝色呢 它是因为是抹杀的嘛 所以说看起来还挺有质感的 它附带的这个壳呢 现在也变得超级的扁 我觉得这个壳看着有点像是三星 或者华为的壳 然后里面呢 也是没有附赠那种插线头 也没有附赠耳机的 但是只附赠了这样子的一根线 这个手机我觉得用起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只是觉得 它的这个摄像头比以前好用很多 就是它拍出来的那个饱和度 会比以前高 像以前的那个iPhone的摄像头拍出来 我就觉得太暗淡了 有时候 那个颜色就是太接近真实了 但是现在的这个摄像头呢 它拍出来颜色会稍微有点亮 然后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应该就是 我目前感受到唯一的差别吧 像我那天拍的这个吃的 就是我完全没有调颜色 但是它就是会感觉自动的 帮我加了一个食物的滤镜 然后呢 就让它看起来特别的有食欲 然后iPhone 12的这个边框呢 也是换回了 类似iPhone 5还是iPhone 6的那个边框嘛 就是这种方形的 像iPhone XS 就是我上一个手机 它就是那种弧形的 圆弧形的那种边边 我就觉得这个看起来 会更加有质感一点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没有配充电头嘛 所以我就自己配了一个 这个安克的充电头 这个真的是我最近用过 我觉得最值得的东西了 真的很后悔没有早点买它 因为它这个快充头 真的是充电非常快 而且完全不会让手机发热 差不多平时要充三四个小时 才充满的手机 这个一个小时不到 就可以充满了 而且呢 就是完全不会发热 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一般来说 都是一边充电 一边玩的嘛 所以说那种会发热的话 就真的是 会让我觉得很害怕 就很怕它爆炸 我还配了一根这种 Type-C转苹果的线 也超级的好用 反正整个质量 就是还挺好的吧 对得起它的价格 接下来这一大盒呢 就是买的戴森的吹风机 是的 我又买了一个 我记得我买第一个的时候 还在美国 但是美国的那个呢 就带回来很不方便 而且它需要变压器嘛 所以呢 我就送给了我的朋友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趁这一次双11 再买一个吧 我觉得像电器类的东西 真的是双11的价格 是最便宜的 像其他的其实 平时搞活动 有的时候也会很便宜 所以说不一定要趁双11买 这一次双11 我基本上就是把我 新家要用的家电啊 什么的都买好了 像洗衣机还有电视 都是便宜了 大概3000块钱 所以说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我买的这个颜色 是他们的一个新的颜色吧 反正之前我是没有见过 就是叫做中国红 它是这种深灰色 然后拼红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拼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放在家里面 很有质感 这个颜色 我之前买的是一个 白色拼灰色的 那个就是比较小清新一点 这个就比较有质感 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个 就是我以前吹头发 长发的时候 经常用这个吹 就是可以蓬松发顶的 但是现在我短发了 应该就有点用不太上了 它还配了两个头 一个是这种 比较扁一点的风嘴 还有一个呢 是这种稍微厚一点 饱满一点的风嘴 还有 这个我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这个吹风机 就是很多人都有入手 基本上就是吹头发很快 然后吹出来的效果呢 也很好 如果你是经常要在家 自己做造型的话呢 还是挺推荐这一款的 因为理发店里面 基本上好一点的理发店 都是用的戴森 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养发的话 还是比较推荐 那个松下的吹风机 接下来呢 是在优衣库买的内衣 也是钢需品 而且是我自己回购了好多次 真的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 一个呢 是他们的这个 无钢圈的纹胸 这个是我这一次 双十一回购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 是我之前就买了 然后已经洗了很多次了 差不多也没有变形吧 就这个行为实在还是挺好的 最重要的是 它穿上真的超级舒服 就我以前穿惯了 有钢圈的那种纹胸之后 再穿这个 就真的觉得我被释放了 就再也不会有那种 穿钢圈内衣非常难受 然后被勒得没有胃口 有点胸闷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说基本上 每一次搞活动的时候 我都会回购 因为它平时的价格是149 然后像这一次双十一 它就非常干脆的捡了50块钱 我是99块钱买到的 找回了那种很久之前 双十一搞活动的感觉 就直接捡价 不要废话 然后这个呢 我买的是L号的 其实我之前买的是M号 我觉得M号也差不多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紧 所以我这次买了个L 但是我觉得这个L 怎么看起来比M大了这么多啊 就是这个看着好大呀 等会我要赶快试一下这个 如果太大的话 我可能还得拿去退掉 这个纹胸呢 就是现在妥妥的 变成了我的钢需品吧 之前我不敢穿这种无钢圈呢 就是因为怕外扩 但是它这个能够把胸包得很好 就是整个很挺拔 但是又不会觉得很大 很突兀那种感觉 这个棉片呢也是薄薄的 就不会很厚的那种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件 他们的这个发热内衣 就是自发热的这个保暖内衣 然后我买的是这种大U领 就是超级大的领子 因为我冬天的时候 有时候也蛮喜欢穿那种 有点小V领 然后有点大圆领的那种 所以说保暖内衣的领子 就不能很大 不然露出来就会很丑 然后买的是这个八分袖 也不是很长的那种袖子 因为我也是很讨厌 袖子很长 然后整个露到毛衣外面那种感觉 所以就买了一个短一点的袖子 他们家这个保暖内衣 真的很神奇 就是从反面摸 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啊 这种纹路穿在身上 就是摸起来很舒服 然后穿上也特别的保暖 就莫名的会有一种发热的感觉 这个是我回购的第二件了 反正现在差不多每个冬天 都会买一件吧 因为我穿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基本上 穿完一个冬天之后 我这个内衣就会很久 所以每年都需要新买一套 接下来这些呢 也是我美发美容的一些必需品吧 首先呢 是这个巴列欧莱雅的 透明脂酸水润洗发露 如果说你的发质是跟我一样 那你肯定会很喜欢这款 洗发露的这个使用感 就我的发质是那种 头皮很容易油 但是我的发尾很干的那种 所以说经常我要洗头的时候 都是因为头皮油了 但是我的发尾其实还是很干的 所以说这个就很尴尬了 但是这个洗发露呢 它就是特别针对油性发根 然后干性发丝的那种头发 它是可以让你的头发很水润 就摸起来垂垂感很足的那种 就像我今天也是刚洗完头 然后我也没有用发膜 也没有用精油 我就直接吹的 吹完之后就是这个效果 就还挺吹的 然后洗完之后 你的头皮也不会很容易油的那种 所以说呢 用了这个之后 我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 我的洗头发的频率了 关于洗发露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都不知道该介绍些什么 因为这个呢 其实从价格上 外观还有它的香味上 看起来都是平平无奇的 就价格也很便宜 也没有什么香味 外观也很普通 但是就是在我每次尝试完 那些花里胡哨的洗发水之后 我都会回购这个 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好用 就是朴实 然后真的是非常适合 我自己发制的一款洗发水嘛 接下来呢 是这个Dr.Jart 中国名叫做D家庭的面膜 这一次呢 我回购的主要是这个蓝药丸 就是水润保湿款的 之前我用的比较多的是 那个绿药丸 就是正经消炎的 因为我特别是前段时间嘛 就是我断根的那段时间 就是因为我皮肤换季 然后过敏特别严重 长了很多痘痘 然后泛红 经常会有那种很刺痛的感觉 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 没有拍视频 也没有化妆 就是好好的护肤 然后用那个绿药丸 把我的皮肤给治好了 我第一次用那个绿药丸 也是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 熬夜啊 然后压力太大 然后又换季过敏 那次我用了绿药丸之后呢 也是很快的皮肤就正经下来了 所以从那之后 我就是一直都在用 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这个蓝药丸主要是水润保湿的 像我现在脸上差不多已经好了嘛 所以说我就是主要用这个 差不多一周敷个一次 或者两次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面膜 不需要敷太多次 就是特别是像20出头的小姑娘 如果你天天敷面膜的话 皮肤真的承受不了 只要你早睡早起 然后饮食清淡 然后呢就是好好的护肤 其实不需要每天都敷面膜的 差不多一周敷一个清洁面膜 敷一个保湿面膜 顶多再敷一个美白的 我觉得就够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面膜 或者不想做功课的时候 就会回购的一个刚需品吧 接下来呢这个是 娇兰的金箔妆前乳 这个也是我回购的 如果你有看过 我之前发的空瓶记的话 我记得我是发在动态里面的 我有把它和他们家 另外一款就是粉色珠珠 也是很貌美的一款 妆前乳进行一个比较 那两款用下来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因为它的那个顺时的 补水保湿效果 真的是太强大了 我原来以为 只有那种干皮需要用它 但是我后来发现 像我这样子的混油皮用 也特别的适合 因为我是只有T区 特别容易出油 但是我的嘴唇周围 还有特别是鼻翼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脸颊 经常容易发干 有时候带妆一整天 我就会觉得脸上就干得不行了 但是用了这个之后呢 除了上妆很服贴之外 而且一整天下来 我都不会觉得脸上有紧绷感 然后我特别容易出油的地方 它也可以帮助 就是水油平衡一下 就是出油不会那么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 还是挺神奇的 还是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你看它就是这样子 透明的这种胶状的 然后流动性呢也很好 里面就是可以看到 隐隐约约的一些些小金箔 然后把它涂开之后 就是可以很快很快地吸收 非常的水润 像我的用量不是很大 我一般就是用在脸颊 然后嘴唇周围 所以说呢 这瓶也是可以用蛮久的 但是如果你用量很大的话 我觉得会稍微有点心疼 因为它的价格 其实不是很便宜 像我是专门等到双11 才去回购它 距离我上一瓶用完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有一个月了 然后这一个月里面 我就是超级超级想念它 没有它 我化妆真的就是觉得很别扭 就是会觉得我自己 今天脸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不服贴 或者是特别容易干 就很没有安全感 那这个就是给了我一个 安全感的妆前乳 接下来这一堆呢 是这一次买的书 因为我还没有时间 拆开来读嘛 所以就先不给大家推荐了 就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都买了什么吧 第一本叫做 苏世明我的经验与教训 苏世明这个名字很有趣吧 因为它听起来像是一个 中国人的名字 但是呢 它是美国人 它是那个黑石集团的创始人 特别厉害的一个 金融家 教育家 慈善家 反正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他在清华大学呢 也是出资建了一个苏世明学院 这个学院呢 就是招世界各地 非常有领导力的一些学生 去读书 然后呢 是全额奖学金的那种 我大学有一个学长 他就是读了这个苏世明学院 然后成为了一名抖音的网红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 就是叫做张自豪 我发现我们大学真的很容易出网红 就有很多网红 像是林小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我上一届的学姐 还有张豆张花 也是我上一届的学姐 那时候我们还一起上过课的 这个有点扯远了 第二本呢 是麦肯锡逻辑思考法 第三本是哈佛商学院投资课 第四本是工薪足财务自由说明书 对 我买的这四本呢 基本上都是跟工作啊 投资相关的 因为最近真的是对于投资 对于钱越来越感兴趣了 所以说就先买着 到时候慢慢看吧 好了 那今天的双十一购物分享 就先到这儿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种草什么呢 如果说你们想给我种草的话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告诉我 这样子呢 大家也可以互相抄抄作业 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当天呢 入一些自己需要的必需品 或者是很喜欢的东西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咯 记得给我 给你带来的